但揭破這件事有一個後果 就是我會不會影響佛教的形象 我會不會令大家對於佛教很有戒心 會對於出家人的形象很差 就這件事我亦都有跟一些很好的出家人 真正修行的出家人談過 起先的時候他們都說 糟了 如果你這樣的話 我們佛教就形象完蛋了 但過了一會兒 大家靜默了一會兒 他們都覺得這件事一定要說 這是一個時候清理門戶 這是一個時候我們清理了不應該有的東西 然後我們重新出發的 我每一天都在問為何選中我來做這件事 我的弟弟跟我說 她說這個問題耶穌釘十字架之前 都有問過神 我說神怎麼回答耶穌 我女兒說她沒有回答 我說跟著呢 跟著她就去釘十字架 她都沒有怨 我就是犯罪這個信念 我不做還有誰去做呢 我知道這件事我會有折損 我或者會有 人家會覺得翁正正為何這麼蠢 為何這樣都會被人欺騙 都不要緊了 不是再顧個人的榮辱 我能夠告訴你們的就是 你們的錢 有一百三十幾萬 在那個網上的 crowdfunding那裡 我已經出了律師信去凍結這個戶口 那些錢在這件事未搞清楚之前 是不會放出來的 我亦都成功凍結了中國銀行的戶口 即是說我盡了我最大的能力 是將你們的錢保住了 有部分的錢保不住 這些就是她當時拿了些支票 去進入恆生銀行的 但我相信那條數就不會太大 我想可能呢 就幾十萬這樣 我們當然也會考慮用民事追討 看看有沒有相關的資產 房子啊 車啊 我們可以追回來 這個我會繼續去做的 那說回了 其實呢 我們一直在做各方面的調查 查了結婚證書 查了那些audit report 銀行那些 一直叫人入帳的錢 車啊 可以查的我們都查了 我回到香港之後呢 我就不敢說我回到香港 我就假裝我還在美國 而呢 在我從體驗師那裡知道 她是在8月31號之前呢 她是一定要把我從董事那裡除了名的 我相信她是非常等錢花的 因為她在一個盂蘭法會上面呢 那四天的法會呢 總數加起來不多過二十個人來參加 她在那個法會上面應該是虧了錢的 也都我知道她的支出力非常大的 因為她曾經有說過 她說我每一個月呢 靠我賺錢的人 在街人出街人呢 我要給這個錢是很多的 那所以我相信她一定呢 在一個時間限制 一定要把我踢除了之後呢 就去拿那幾百萬的 那我怎麼辦呢 那我就在美國呢 就做了這個決定 我就打了個電話給她 也都發了個短訊給制定師 我告訴她一個好消息 我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那裡 找了一個賭場 肯捐五百萬美金 去給定位子 我講了這個消息給她之後呢 我察覺到她在態度上有很大的變化 她很想得到你五百萬美金 而為了令到她更加容易相信 不要在美國的時候 或者在我未查清這件事之後 被她撤換了 而偷了錢 我還告訴她 這個五百萬美金裡面呢 有五十萬美金 是放在恆生銀行那裡 作為她可以動用的 其他用處的 其他的捐款 她非常高興 就叫我快點回來 而且我還說 這個賭場呢 還可能會請她們過來美國玩 她還很積極地去找那些 在大陸那裡 假結婚 或者跟她有關的 那些相關的董事人員 或者她的朋友 就說要去拿Visa 她所有的 心思都去了我這個五百萬美金那裡 當然 說了這件事之後 就不見到她 就說要除我了 然後我回到香港 其實就是 因為九月頭我已經回到香港了 我一直在那裡 就是拼命地查東西了 那到我九月十一號的時候 我就告訴她 我十號回來了 那我就去找她了 而我這次去找她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是有備而來的 我這次去問她 所有的事情 我都是經過一個 語音的紀錄 或者是影音的紀錄 去拿走我要拿的資料 那也都在十二號那一天 她就跟我說 她說 江先生 就已經離開董事局了 而她的媽媽也都會離開董事局了 有些人會走 也有些新的人會加入 根據她和其他人的說法 就說 那些董事局的人 尤其是江先生 那個會計 她們說如果雍正正不離開 沒有辦法撤回到戶口 她們就要離開了 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 總之她的那些人就開始走了 也都加了一些新的人進來 她也和我去了恆生銀行那裡 做了一個手續 就希望將恆生銀行那些走了的董事 就不准再簽名了 那她就將它變成 我和她兩個人 單獨都可以簽到恆生銀行的戶口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單獨給我和她簽呢 原來她做完了這個步驟之後 她就要我和她去中國銀行 改成她單獨都可以拿到中國銀行的錢 我就唯有拖著她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她在恆生銀行改簽名 裡面牽涉到有些董事簽名 其中有一個簽名 就是屬於阿息智偉大和尚的 她居然是可以找人去代簽的 這是一個銀行的文件來的 你怎麼能夠找人代簽呢 去到這個9月12日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 這件事是不可以再讓她繼續惡化下去了 我13日早上 我和梁耀忠議員去寶蓮子 找色智偉大和尚 將這件事原原本本 假結婚 有些假和尚 結婚的和尚在寶蓮子工作著 結婚證書 那些錢怎樣不見了 從2006年開始 每一年不見200萬到現在 還有她的簽名 讓她看了 詳情我不多說了 我得到的就是一個 完全 完全不想參與 完全不關我們事 我只得到的就是 我們如果發現有一個非法結婚 我們會請那位智光法師馬上離開 但我們不想這件事和我們有任何牽連 說到說智偉大和尚每個月有收下自訂的錢 智偉大和尚是否認的 她也有明確地說過給我們聽 就說她沒有加入過董事局 她也沒有簽過加入董事局的文件 她也沒有簽過任何東西 那個簽名不是她的 那好吧 那我就有債走 那我就跟她說了一句 我希望她不要把我去過見她這件事 你不幫我都不要緊 你不要把我來見過你這件事 去跟她說 因為我們還想查一下有些甚麼 在那一天的之前 12、13日那兩天 因為有500萬美金進來 那個500萬美金 我跟她說 其實我很擔心 因為你的董事局 經常把人除了加進去 你完全不需要經過開會 什麼都可以自己做完 我其實很擔心 我如果真的幫你籌了一筆大錢之後 你會把我剔除 我在不知情之下 我就要求她 為了給我一個保障 她一定要簽完辭職信給我 當時她又很吵 她說你這樣也不相信我 你當我是賊 又在那裡吵了一段 吵了一段 吵了一段之後 我好好地跟她談 我說我不會可以信你了 如果你信我的話 不如倒轉你簽給我 她當時簽了三張辭職信給我 三張可以進去公司註冊處的辭職信給我 她也簽了其他相關的文件 她也答應了 在董事局裡面的其他人 都會簽相關的文件 如果我一旦發現 他們是未經我同意和知情之下 將我除名的話 我都會抵交他們的辭職信 謝謝 謝謝